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肝胆好不好 可以看这一处 中指根 一 中指根部变细 一般情况下 手指头都是手指根部稍微粗壮 然后指甲出稍微下一点点 还有些人是差不多大 如果一旦出现上面大 根部小 那么说明肝脏有问题了 可能是肝气不足 这时候还可以根据手掌颜色来看严重性 如果手掌没有变颜色 说明情况还算好 如果颜色变得不均匀 出现肝脏 那就要注意了 赶紧去医院检查肝脏健康 二 中指根部相杀漏 指缝便打这里小编 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个试验 五指并拢 掌心向上 将我们炒菜使用的食用盐 缓缓撒在中指根部 看谁的盐会从指缝中漏过去 通过下面两个人的对比 我们发现左面的人手上的盐 有一部分漏在了盘子里 这说明它的中指指缝比正常人的要大 这是肝脏不好的典型表现 如果你发现你的中指指根细缝变大 很可能是肝脏在向你求救 千万不要当看不见 三 中指根变细 手掌颜色不同中指根变细 手掌色暗红 提醒我们需警惕脂肪肝 血脂代谢紊乱 内分泌失调等不良症状 中指根变细 手掌色土黄色 无光泽 此时就表示人体的肝胆病变可 能性较大 需高度警惕 当然 除了手部 肝功能出现异常 还会引起恶心 食欲差 脸色发黄发黑 眼白变黄 黑眼圈明显 嘴唇发紫 女性月经不调等症状 现代人生活习惯不规律 喜欢通宵熬夜 喝酒 抽烟更是家常便饭 加上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压力 这一切的透支行为 都算在了我们肝的账上 久而久之 我们的肝就受不了了 所以很多人多少都有点肝功能受损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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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